今天是國際婦女節 印尼就有一對雙胞胎姐妹 致力於弱勢學童的教育 蓋學校讓貧困家庭的學生入學 而在阿富汗的一群年輕女孩 則是自願加入了聯合國的訓練課程 成為助產室 指導女性在懷孕 生產期間的各種知識 降低死亡率 穿著桃紅色的連身裙 雙胞胎姐妹老師坐在位子上 為學生上課 今晚印尼在2008年 取消公立小學的學費 但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兒童 依舊負擔不起校服 跟書籍等學雜費用 來自印尼首都雅加達的 一對七十多歲雙胞胎姐妹 羅莎蒂跟伊利亞寧希 四十年前創立了一所 以女權先驅為名的卡蒂尼 緊急救援學校 招募職工老師 致力讓六歲到十七歲的弱勢學童 能夠接受教育 為了讓學生們畢業後也有一技之常謀生 學校會教導從烹飪到插花等各種實用專長 也會進行戶外教學讓學生拓展視野 有許多學生因此進入大學研究所就讀 在畢業之後找到了好工作 雙胞胎姐妹贏得了許多學生的敬愛 也紛紛稱她們為雙胞胎媽媽 同樣為社會貢獻的女性 還有阿富汗巴米洋地區 自願加入聯合國的訓練課程 成為助產式的年輕女孩們 雖然塔利班政權禁止女性進入大學 或是從事大多數的慈善工作 但卻允許女性投入醫療保健的相關領域 參加課程的女孩得進行兩年培訓 學習如何評估跟指導孕婦分娩 以及提供產後的護理 阿富汗是亞洲孕產部死亡率最高的國家 平均每兩小時就有一名阿富汗女性 在懷孕跟分娩期間死亡 各位新鮮持上編譯